这个男人在女儿的画布背后写下了一连串的名字 而这份名单将成为他为妻女复仇的终极名单 作为一名刚刚在前线遭遇惨败的海报突击队指挥官 李斯虽然躲过了不明刺客对他的刺杀 但他的家人却不幸在家中遇害 为了查明幕后的黑暗势力 李斯来到了海军作战指挥部 他对于海军罪案调查处调查他家人的案子表示不解 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追踪武器专家卡哈尼 李斯怀疑是卡哈尼指派了一个杀戮小队 但将军并不认同李斯的观点 并且还质疑了李斯作为指挥官的工作能力 将军的这句话直接刺痛了李斯的痛楚 李斯直接就把将军从座位上拽了起来 但很快他又恢复了自己的理智 与此同时记者凯蒂找到了负责案件调查的特工霍尔德 他们之间达成了私下里交换信息的口头协议 随后他们一同来到了李斯遭遇袭击的诊所 但此时案发现场的尸体却已经不知去向 特工霍尔德说他从现场只找到了属于李斯的9毫米口径子弹 他试图告诉凯蒂李斯很有可能是在撒谎 他怀疑是存在妄想症的李斯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并伪造了这个打斗的现场 不过凯蒂似乎并不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所以他随后来到了李斯家继续询问情况 在与凯蒂的交谈中李斯又观察到了一个新的细节 从警方的报告中他得知特工霍尔德是首先抵达案发现场的人 这让李斯不得不对这位特工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努力回想起当时在诊所里发生的场景 接着他又用手指遮挡住屏幕上照片的眼睛 随后李斯突然意识到了这名特工很有可能就是蒙面刺客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李斯找来了一辆许久未开的汽车 他从暗中观察着这名特工日常的作息滚机 随后他来到了好友本爱德华的家中 他将收集到的特工霍尔德的资料展示给了好友 他认为海军让特工霍尔德调查他和布泽尔这两件案子不是巧合 每次都是霍尔德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 说明他很有可能在案发的时间就在案发现场 所以他将是找到杀害他亲与背后真凶的突破口 李斯作为一名寻找住房的用户来到了霍尔德所在的社区 他向这名置业顾问详细询问了海边的治安情况 并在参观房间的时候顺手拍下了门锁的照片 有了这张照片 李斯很快找到了相同型号的门锁在家进行演练 一天以后好友帮助他确定了特工霍尔德已经驾车离开 随后李斯沿着海滩来到了社区的楼下 在环顾四周确定没人以后 李斯利用他灵活的身体轻松爬过了房屋的护栏 接着他又顺利地打开了这间房门 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 李斯首先对这台电脑的位置进行标记 接着他将一段程序代码传输到这台电脑上 然后他再借助标记将电脑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随后轻轻地关上房门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了守株待兔的环节 不过这时李斯接到了华盛顿打给他的电话 随后李斯来到一家餐厅 见到了等候他多时的哈特利部长 女部长和李斯简单地寒暄了一些关于家庭的话题 接着他话锋一转告诉李斯 不要再为之前的行动失败而自责 卡哈尼现在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了 在李斯对部长的话还有些不解的时候 电视里突然播放了武器专家卡哈尼被美军刺杀的消息 叙利亚人民可以睡个好觉了 化学武器专家将不再是威胁 献给那些真是自由的人 与此同时好友告诉李斯在案发前两天 特工霍尔德从数据库里提取了他的指纹信息 为了找出答案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查看这位特工的左臂上是否留有搏斗产生的刀疤 夜幕下李斯再次来到了霍尔德的家中 他悄悄地来到了卧室并用不泽耳的手枪指向了熟睡中的特工 李斯告诉霍尔德虽然他伪造了不泽耳的死 但却愚蠢地选错了枪 然而在霍尔德的手臂上他却并没有发现刀疤 接着李斯又试图询问这名特工到底是在为哪播服 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怀疑到自己人的头上 不过霍尔德却说他只是一位联邦特工 他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协助这次的奥丁之舰行动 而此时李斯的脑中再次浮现出了在海外作战时的画面 剧烈的疼痛让李斯都开始怀疑是否是自己亲手杀了家人 可以被说服做很多事情 唯独这件事是绝不可能的 看到李斯坚定的口气 受到惊吓的霍尔德不得不说出来一个人名 而此人将成为李斯这份名单里的下一个目标 接下来这位特工又试图进行了无意义的抵抗 但对于失去亲人的李斯来说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